�超地 tercer death autism Hi 大家好! 我是陶乐斯 2020的东京奥运呢 因为疫情关系变成今年2021该比嘛 然后呢 终于在上个周末 哇完美闭幕式了 然后呢就是这次的奥运呢 一个很特别的是我们冲浪 第一次登上奥运的殿堂 有看吗有看吗 好那如果错过的呢 陶乐斯在影片的后半部 带大家精彩回顾一下 最后一天的男女子的铜牌战跟金牌战 前半部呢陶乐斯会先简单介绍一下 有关这次冲浪奥运的部分 首先呢这次2020的东京奥运 有新增了五个项目哦 除了冲浪之外还有棒垒球 然后滑板空手道跟攀岩 那可是很可惜下一届 2024的巴黎奥运就 不会有空手道跟棒垒球了 但是另外三个会保留 对也就是2024还可以看到冲浪比赛哦 另外2024的巴黎奥运 还会新增一个霹雳舞 再来呢就是这次2020的东京奥运的 冲浪的地点呢 是在日本的千叶县一公顶的吊齐海岸 那因为陶乐斯没有去日本冲过浪 所以我也不太知道那边的浪况怎么样 可是那三天的赛事我真的觉得差超多的 因为前两天就是没什么浪你知道吗 然后这次又只有比短板没有比长板这样子 所以你就会看到那些选手很辛苦的那边胖半天 就踩不出速度 前两天就是没那么精彩 因为其实选手也很难发挥 对在这样的浪况之下 可是最后一天就是从八进四 然后セミファイナル跟最后金牌同牌战 他们那一天全部都只在一整天比完 然后那天台风浪 真的很扯这些两人高的浪花 对我真的觉得respect这些选手 尤其比到最后金牌同牌战的那四男四女 他们就等于那一天在那种台风浪 冲了三场 法国似乎是参考了这一次 因为场地的浪况不稳定 所以前几天有释出一个消息 就是2024的巴黎奥运 冲浪会在法蜀波尼明雅的大溪地 它跟法国本土有这么远 但是因为这个大溪地 它是一个很稳定的浪况的一个浪点 它其实就是WSO每年的CT赛事 第七战吧 就是大概八月份 然后就会在那边比 然后因为那边也是管浪注明的 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2024在巴黎奥运可以看到金管啦 再来呢 有没有人很纳闷 为什么这次冲浪奥运 没有看到我们Kaley Slater冲浪之神 好了 其实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次男女各20位的这个选手 他们是怎么样筛选出这个资格的 那因为大家也知道 就是冲浪奥运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目的 是希望各个国家可以互相交流 所以男生跟女生 就是一个国家最多派两个人 然后因为这次选进去奥运的参赛资格 有四个管道 一个呢 就是从2019的那个CT巡回赛 然后选出十男八女 就是按照排名 第一名就是我们Ytaro 所以巴西好 它占了一个名额 然后第二名呢 Gabriel也是巴西人 那本来2019第三名是一个南非的 Geordie Smith 本来你选进去可以参赛奥运 可是因为他就又受伤 所以他就退出这个资格 所以后来就是由这个意大利的 Lionado来递补这个空拳 然后第四年是一个巴西人 很残念 他就跟奥运无缘 因为两个名额已经给前两位了 第五名是Clohe Andino 代表美国 第六是我们的吴斯兰代表日本 但他其实有双重波及 因为小时候他们就移民去加重 再来呢 就是John John Florence 然后因为在WSL是把 夏威夷跟美国他们是分开 可是在奥运里面 就是夏威夷不属于奥运的会员 所以他们就只能代表美国 美国对两个名额 就被Clohe Andino跟John John Florence 赞完了 因为刚好Kelly Slater 爬在John John后面 所以就差那么一点点 不知道2020有没有机会 那时候他都 20几岁了 然后除了从WSL的CT巡回 在选出这十男八女之外 还有从2019的泛美运动会 选出一男一女 再来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2019 ISA的世界冲浪运动会 那是在日本举办的 选出了这四男四女 非洲亚洲欧洲大洋洲区男女各一个 那最后这五男七女呢 是今年2021年五六月的时候 在萨尔瓦多办的世界冲浪运动会 其实啊我们也有一男一女选手 去参加这一场萨尔瓦多的 就是中云龙小龙的努明让这样子 很可惜他们最后没有争取到 进入奥运的那张门票 对但期待2024可以看他们在大西地专管 介绍完这20男20女的选手是怎么样 选进这个奥运之后呢 最后我们就带大家来精彩回顾 男生女生的同牌战跟金牌战啦 其实男生啊同牌战 因为是巴西的Gabriel Medina 跟澳洲的Owen Wright 一开始其实我以为Gabriel会赢 因为他毕竟也是两个年度的男生CT 巡回赛的世界冠军 可是这场比赛真的很精彩 因为他们两个分数就是一直追得很近 给大家看一下这一道 巴天腾上去之后 哇 一个Round House级别的卡巴 然后哇这个水花很漂亮耶 咻 后来Gabriel他也紧接着也来 赶快要追回一道 这道也很精彩 然后一个Snap 然后再 哇一个阿烈鱼 而且他最后 那个腰力真好耶 还可以就是拉回来 我这如果Landing没有做好的话 他那分数就会差很多 然后呢 你知道因为那天真的台风浪就是很可怕 给你们看你这一道 本来阿 又跑好了 就做了一个动作之后 不对 又往左跑了 就后来一过去 就另外一道浪又炸过来 哇 被两道浪关门 而且那水花两人以上耶 天啊这个台风浪真的是 选手级别的才有办法handle 然后再给大家看到Owen的下一道浪 真的也是处理得很漂亮 所以他拿下的铜牌真的是心浮恐怖 加速之后上去 哇一个风 climb 因为白炮很不稳 要在上面爬很难耶 然后一个哇 很漂亮的run house cutback 那一道拿下5.47分 可是因为台风浪很吵 所以我相信他们在海上也是听不清楚 他们到底现在是几分 所以这时候Owen就在海上回首 就是再说一次我现在到底几分 好然后因为他们两个目前最高两道浪 总和加起来就是只差0.77 对所以呢 曼蒂娜还是很有机会的 所以他就赶快在比赛最后六分钟 他又再下了一道浪 他虽然一开始追的很辛苦 一直胖一直胖 好加速了 哇立刻就一个阿雷姆 然后因为他landing很漂亮 他自己就知道这道分数很高 然后因为他刚那一道之后 他们原本差0.77 现在变只差0.2分 还是差这么一点点 最后就是由Owen Wright 就是赢下这场比赛 说到Owen Wright啊 就是他其实是充当世家 因为他五个兄弟姐妹都是surfer Mikey Wright也在BCT Tyler White也是两个年度的世界冠军 对所以他们这个Wright家族 就是其实真的很厉害 下一场这个女子的铜牌战呢 是日本的杜主有梦露对象 美国的Caroline Marks 杜主有梦露他前两年 那时候2019 然后才18岁哦 然后就有来台东 就是那时候我有去看比赛 他在金泽那边的那一场 WSL的青少年女子组冠军 好那这个Caroline Marks呢 他其实也是不容小覷 因为他是CT女子巡回赛 史上最年轻的选手 对就是他16岁就开始比 CT巡回赛 其实这一场就坦白说没有很精彩 因为我觉得一来他们也累了 因为这已经是他们当天比的第三场 你看前面八进四 然后セミ final 现在有比铜牌 所以这种台风浪下 然后你知道女生 他们能比到这一场 真的也是很不容易 所以就是下浪的次数也不多 然后下浪的分数也都不太高 路主有梦露呢 他可以拿下铜牌 我真的是多亏他有一道 就是他五分左右的浪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一道 八进阵上去之后 哇 这off the lip了勒 然后现在还踩住了 好那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 Caroline Marks 他那一场比赛就是冲了一个 我觉得比较漂亮的一道浪 这一道就是右跑 哇 找台名上去 OK 甩一下 再加速 好啦 做了两个动作 好像三分左右吧 然后就也恭喜这个都主楼梦露 哇 他真的是背负着地主国的压力耶 就是终于拿下一面牌 真的是看他这样子袭击而泣 再来呢 就是男生的金牌战啦 是巴西的Itaro对上日本的武士兰 那身为亚洲人嘛 当然私心的想要帮武士兰加油 可是不得不说 因为Itaro跟Gabriel他们都巴西人 然后你知道巴西人就是以浪乱著名的 所以那种台风浪他们其实 反而表现的真的一点 你都看不出你好像在看台风浪 对 真的很佩服他们 然后相信那天有一起看直播的啊 一定都印象非常深刻 我们Itaro呢 第一道浪 断板了 这是台风浪的关系吗 先出水面是剩半张板 就什么 断板了 上去换完板 下来好像就剩24分多 反正就是去掉了十几分钟 武士兰有机会了吗 可是呢 就是没有把握好 因为我觉得可能 武士兰对于就是处理这种 那么乱的浪 还不太像Itaro他们这么会挑 可以发挥的浪 所以他好几道都是这种 冲一冲加速加速就收掉了 对啊 有点可惜 武士兰也是有冲了就是一两道 还不错的浪 就是分享给大家 刚刚一个RUN HOUSE卡 把他回来拆一拆 诶 加速加速 诶 有找到速度了 然后再冲一下 哇 Itaro他去换完板下来之后 立刻就调整回状态 马上又再给他逮到一道浪 看这一道左跑 把腾腾上去之后 哇塞 哇这oflady真的是甩得很漂亮 然后再一个 诶 还没完 还没完哦 这种台风浪可以给他做到三个动作 他就很像是女版凯利赛 因为凯利赛拿过11次世界冠军 然后Stephanie拿过7次 然后Kharissa Moore他已经拿了4次 今年2021如果又再拿下来就拿了他第五座 改天有机会做一个server story系列来介绍一下 好 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Kharissa Moore这一道 我觉得很漂亮的一道 哇 这Runghouse Cutback很漂亮 然后再 哇 真的是强的有力 刷下去 Bianca他就是也没有放弃哦 他在最后8分多钟的时候也都下的这一道 这个Bartenten上去之后 一个snap 然后 呃啊 缩掉 刚刚那个如果不收整个烂花蛋盖下来 那随便都超过一人的烂花 不收不行 我要抖 所以最后呢就恭喜这个Kharissa Moore 就是夺下了这个第一届奥运冲浪比赛的竞盘 然后他们结束比赛的时候 就是Bianca先上岸了 然后Kharissa他也上岸之后 Bianca就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那一刻我都要哭了 就是 我觉得最喜欢这种比赛 对 我那时候去比女神杯的时候也是 我那时候比完上来 梦梦也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拥抱 你看那Bianca嘴唇都发白耶 你要在这种台风浪冲三场这么硬的 你知道背负着就是全国人民的一个压力 因为刚提到南非的那 Jody Smith就是受伤没有参加 所以全南非就指望她一个人了 然后我觉得就是第一次的这个冲浪奥运比赛 有这样的结果算是一个happy ending 对 因为地主国日本啊 男生女生有一人拿上一张牌 我真的觉得不是什么什么地主国有事 因为他们俩真的都是很有事 他们俩现在都是2021年度 有在比CT巡回赛的 然后第一名更是自民归 对 因为Ytaro跟Karisa 他们俩分别就是2019 那时候CT巡回赛是男女生第一名 对 所以他们俩拿下金牌的时候就觉得 嗯 You deserve it 好啦 那重浪奥运最后一天的这个 几场比赛的这个精华啊 就分享到这边 那如果以上陶勒斯有说明的不够清楚的地方啊 就是有需要修正的都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说哦 对 就是可以交流一下 然后另外因为也为了准备这次这支影片 就是也有去收集了很多东西 然后有看到一篇文章 就是Ray布的就是有11个 就是让人须知的冲浪动作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因为它里面有两个 我之前看都没看过的名称 我觉得好酷哦 所以我就下礼拜再做一集分享给大家 好啦 那带大家回顾我们这个第一届冲浪奥运赛事呢 就先到这边咯 喜欢的朋友记得帮我按个赞 然后再帮我分享出去 那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任何一交 拜拜